一场男子单打的怪亚军决赛 那么从两个人的交战记录上来看呢 陶飞克是大大的领先 因为他是七胜二负 对 当然两个人最近的交锋是在去年的世锦赛 当时27岁的陈红是暴冷 一转战胜了陶飞克 并且又淘汰了丹麦的名将皮特Gate 那么也是陈红在去年的世锦赛最辉煌的时候了 因为他当时这样的先胜陶飞克再上皮特Gate 是为林丹最后夺冠 扫清了所有的障碍 好 比赛开始 陈红只有在06年9月24号的世锦赛 战胜过陶飞克 后来又在日本05年的日本公开赛 也是战胜过陶飞克 其他的在印尼公开赛 三次的印尼公开赛 还有马来西亚公开赛 还有2000年的全英赛 98年的文来公开赛都是陶飞克取胜 陶飞克一上场3比0的领先 看来陶飞克不像昨天对印度的斯里达尔一样 开始是慢慢玩 结果还给人家印度的伊德斯里达尔 拿了个0比4的领先 因为他自信能够凭着自己的实力 肯定能赢对手 那么今天陶飞克可不敢轻易去打这场球了 因为他也深知到陈宏是虽然退役 但是也是刚刚的退役 他目前的各方 他的技术 他的水平还是保持到世界顶尖的地位 陈宏在亚洲锦标赛表现也不错 先是战胜了印尼的西蒙桑托朔 又战胜了日本的选手中西杨界 在半决赛里面战胜了杨家宾 马来西亚的杨家宾 但是在半决赛里面陈宏升杨家宾是升得比较吃力 这个球呢陈宏是抓到了陶飞克一个往前的一个 挑斜线 然后用一个直线杀球来取得了他的一分 这比分有点大起大落啊 那个陈宏在昨天的体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在跟马来西亚杨家宾的比赛过程中呢 幸亏他是在比赛的中后段把几点克服过去 要是他那个几点昨天出现的晚一点 那可能今天就进入不了决赛了 那么今天对陈飞克这场硬仗 相信体能将是陈宏最大的问题 那么大家也知道陈飞克的往前技术呢 是非常的炉火纯青 尤其跟林丹的交锋当中呢 经常是利用自己的往前控制 去跟林丹周旋 那么今天陈飞克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来跟陈宏打呢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这场冠亚权的决赛 他们一下来的整个场上的速度都没有打得很快 都在一种试探的姿态在打 那么陈飞克呢 相信他这一场球他会很认真打 因为他自己也说打完多哈亚运会之后呢 前面几站的比赛都没有参加 包括韩国超级联赛 马来西亚超级联赛 全英公开赛 全英公开赛 他本来说闭门啊 苦练一个月要参加全英赛的 结果到了比赛的时候 他又缺席了全英赛是因为他跟印尼鱼总的一些矛盾 他这个天才神通很有幸的经常会有一些 呃跟鱼鞋有一些不和 他就直接反映他不参赛 后来他说他没有尝过全英锦呃全英的冠军 他很希望拿一次全英的冠军 但是后来三月份的全英羽毛球也没有看他参赛 那么他说他这几次都没有拿冠军了 他很想在亚洲羽毛球几秒赛 拿一次冠军 接下来还有印尼公开赛 对 在他自己低头了 对 因为如果他这两战再不拿冠军的话 他八月份要当爸爸了 相信能够分散了他很多的精力 那么又 并且预产期又是在市井赛 对 所以有交集称称呢 就那几天 他从爸爸而退出市井赛 他经常放空气 我我不太相信 但是唯一就是说 刚好是预产期那几天 对 可能他会 因为他说全英赛他也去啊 结果也没去啊 不去了 可能他又去了呢 所以塔菲克这个心理战非常的重要 他经常在一个大的比赛之前 会放出很多烟幕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分呢 是 陈宏领先 打平打平了啊 陈宏呢 在这几分呢 是加强了他的一个进攻 一个杀斜线 一个是杀直线 都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塔菲克在战胜了马来西亚的一号 南班一号李宗伟之后呢 他就非常的想拿这次的冠军了 因为其实对于陈宏领来讲 对李宗伟那一仗是最为关键的 对 因为李宗伟也想自己拿了蝉联冠军 嗯 但是他最终是战胜了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进入到半决赛 那么半决赛他的对手也不强 是印度的斯里达尔 可以进入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决赛 从场面上来看呢 目前陈宏呢 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都是以进攻啊 陈飞克目前现在起的这高球 或者是在往前都没有占到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老觉得陈飞克打球呢 他比喻呢 他就像一个大海 大海有时候表面好像很冰静 但是底下有很多暗容 一大海笑起来也是啊 够吓人的 那么他灵赛打球呢 就好像一座火山 灵赛激情四射 非常的有激情 陈飞克是一个非常善于抓机会的人 对 他每次他认为非常重要 他都能够 中华亚运会四次的赛点啊 名单都没够能够拿下来 那场球干的也是惊心动魄 马哥 这是他的唯一一次定攻得手 我们也不妨现在打的还是在第一局的前段 我们得多留一下陈飞克的一些基本战技战术 留意一下陈飞克的步法跟手法 因为很多喜欢打羽毛球的爱好者呢 都非常喜欢陈飞克的打法 以及看陈飞克打球 因为他的那个技术动作是重规重矩啊 对他的上下支配合非常的协调 很协调 然后他的判断 他的基本技术 好的 你看他这种往前技术 非常细腻 啊 陈宏的插网他救过来了 他自己又打插网 这个球翻网 留一下这种慢镜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陈飞克应该往前这种戳呀勾啊 都是手指用的很小多啊 其实三个手指 那个球拍三个手指 基本上不用太用力 就手指来转动这个球拍 动作一定要揉 对 然后手指瞬间的发力 而且还要击中 还要看着球来的碰球的方向 那个球头是怎么办 因为现在比赛刚刚开始才打成 开局打得现在还不算很激烈 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来观察这两位高手的一些 过招的一些基本动作要领 陈宏今天很聪明哈 做了个假动作 对 啊假动作 看上去要推后躺 但是实际上是放了往前 假动作其实有时候也就是第二时间踢球 对对 在第一时间 对手以为你要踢球的时候 并没有去打到球 但是假动作有时候要做的恰如其分 要抓准时机 有时候不该做假动作的时候就不要做了 像如兰刚才那个 很多就自己做复杂了 好球 哇 先压住陶飞克的左 反手区底线 再打一个正手 能把陶飞克那个气势先打下来哈 陶飞克刚才那个接球是能接到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但是这种接到的回球质量不高 陶宏也站在那里就在 好 十一平 大家平手挡 陶飞克的反手 底线勾得非常漂亮 现在还是大家 哎呦 陈宏这个在半场的 有点可惜了 达到这一段速度慢慢加起来了 对 慢慢两个人显然都快了很多 对 看看陶飞克是不是希望用自己的往前来制造进攻的机会 他说看动作还是要发短球 哎呀 这种陈宏的接发呀 一个没有威胁的短球自己把球挑到了接外 陶飞克重新又领先了两分了 这两分下来双方都是在自杀哈 非压迫性的失误 出界还挺多的 尔宏还是一个假动作 所以他对球可以可以直接推压都可以 两次这个位置拿了两分了 看来陶飞克还没防住尔宏这一手 已经第二次在这个位置 陈宏是做了一个要推对方后躺 其实是放往前 哎漂亮 好的 尔宏的 陈宏的发球正好是发到了陈宏的一个正守卫 其实陈宏也没占便宜 他刚才揭发自己挑出了一个啊 现在打回人家一个也是刚好 买一送一啊 陈飞克现在还没有写 还是 谁要出界 现在看来陈飞克还没有 反正话说反外啊 还没有发威啊 还没有加强自己的进攻 就是通过自己的往前 还是跟 希望跟陈宏打多球 哎有没有这种想法他啊 我就跟你磨 让你陈宏相信 自己体力可能会比陈宏要强 因为昨天陈宏是战胜了马来西亚的杨嘉宾 是体力已经是透支了 漂亮啊 这个多球打得非常的精彩 双方都经常用反手来打 哎呀 草球出界 陈宏那边还是有一点顺风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陈宏在往前 虽然他的这些 搓挖挖挖的技术都非常细腻 但他比陈飞克稍微欠缺一些的就是 他没有像陈飞克那样凶狠的铺球 他有机会的时候推压 他总是会停顿一下再出 就没有说一些很直接干脆的推压 扑压 这种这种技术 还是比起陈飞克来说 运用的还没有那么成熟 这种推球扑球这种这种手法呢 是要自己是心里有底啊 最起码是自己心里有底的时候 才能去做这个动作 现在看来要不要打三局很难说哈 对 哎呀 先程序的三个失误 他都 连是三个失误都是在 往前 非常主动的时候 要求过高 希望往前有个戳的更加质量高的球 没想到戳的就往下 赶索挡之后呢 成功得到进攻的机会 三手过对角 正手是打不死陈飞克的 哎呀 你看又是一个自己 这自己跟自己造麻烦了 陈飞克的防守非常的稳健 低所不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陈飞克发球 在右场区的时候有点发外脚 那陈宏他的正手戳就不好戳 不好戳 并且看陈飞克打球他不紧不慢的啊 对比较轻松 也不知道他想什么 你看陈宏也是还是利用 还是非常相信他自己这个技术 就是说他的揭发球直接戳球这个质量非常高 然后陈飞克挑起来后发挥他的进攻 而且可以看到陈飞克的步伐 他的重心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防守防起来呢 也是比较 他愉悦又不像林丹那么漂亮 他是比较轻松一点 那个他的不叫愉悦 他就飞升就像了 他的判断很准 他的判断比较重要 就是判断的主要是判断在对方的出手 出手的那一刹那 他的方向和方位 中国队的教练李志锋 也坐在了球场的旁边 他昨天呢也是做了陈宏的场外指导 往前斗比的陈飞克 可以看到陈飞克的往前戳的时候都是飞着转 印象最深的多哈亚 他几乎每个球都贴着往过 从半径可以看到 陈飞克的往前真的是如火纯青 这位陈宏要有这样的 对方质量这么高的球 只能够勾对着 对 对 哇 这个汗 陈宏呢是带了一个护腕 汗如雨下 那么这个护腕呢 其实呢不是因为他手腕有伤 是因为挡汗 对 对 预阳在头上挂一个也是档汗 对 看陈飞克打球很生硬 不紧不慢 暗藏着很多杀鸡 你看 突然就打一个勾对角 这勾对角马上就站了几个 十九比十五 开始是前半段都是交替上升啊 那么现在陈宏的麻烦大了 陈宏的麻烦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 很多是自己的失误 哎 到底陈飞克没那么好运气了吧 十六比十九 但是要想逆转的话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对手是陈飞克 陈飞克呢 现在是得几分 然后才换了陈宏的一分 所以呢 这样下去的话 对陈宏来说也不是我们的努力 现在从这个换球呢 也是 要改变一下 出界了 改变到自己 这换球 这换球换的 20比16 陈飞克一看他出手就知道这个球 哎呀 局点了 陈飞克现在还是在尝试 发陈宏的正手让他戳 我来试试反戳行不行 但是他试了几个效果 因为陈飞克手里有几分了 对 到局点了 他玩得起啊 正手 又是 陈飞克有个习惯 好的 18比20 陈宏的这个反戳是非常好 陈飞克呢 他的重心本来就不稳 所以呢 他回球质量也不高 导致呈红一个斜线的低沙 陈飞克好像最近多了很多这种动作啊 就趴出去这种 所以这就是 但是因为他的脚也就出不去 对 你看他两个膝盖 膝关节都藏着有护具 广东人老说那个水泥 水泥桩 稳住 所以经常看到在网上 在球场呢 经常有一些往前扑倒的动静 钩对脚 哇 陈宏反手杀球 哎呀 你看这又是这么主动的 勾对脚就行了嘛 费得挡直线 好了 那么陈飞克呢 在第一局里面 是以21比18领先了第一局 那么如果在第二局里面 陈宏没有改变战术的话 可能就打不了三局了 那么中超的比赛呢 中超的足球比赛呢 由于这场球打得非常激烈 那么所以我们 这场球相信也是20分钟左右 可能一些喜欢看足球的观众朋友 要猜这场球会打多长 那么我们只能够这么讲 如果陈飞克 继续这么打 而 这个陈宏不及时改变战术呢 还差不到半个小时 就会用两局解决了战斗 当然如果陈宏 能够及时改变战术 那么就可能有打三局的 可能性 可能性 关键是要看看第二局的开局 陈宏怎么打 其实第一局的开局 陈宏打得不错的 对 然后陈宏还是在揭发球 还有一些就是 比较 陈宏哥打的比较软的一些球 借不上力的球 他这个无谓失误还是稍稍嫌多了 嗯 真是嫌多 揭发也是这样 对 正手趋 反手趋 往前 就是 主要是在往前 四个点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自己的非压迫性失误 非常的可惜 另外我们就是面对屏幕的左侧这一边的边线界外层会比较多 嗯 所以在处理当中 应该影响不大 对 应该影响不是特别大 看看陈宏哥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虽然过往的交锋的战绩呢 陈宏哥是七胜二负领先 但是在去年的设警赛 最使到陈宏哥头疼的就是陈宏爆了 是逆转 嗯 在去年的设警赛战胜了陈宏哥 今天这一仗是陈宏退出国家队以个人的身份参赛的第一仗 对 陈宏哥那么也希望在当父亲之前多拿一两个冠军 因为亚洲锦标赛接下来是印尼公开赛 他说他自己好几战没参加比赛了 都没有尝到冠军的滋味了 那么他也想在当父亲之前拿个冠军 那么所以这场球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场球 这这次的比赛对两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之前的两个人都没有参没有参加 或者几乎没有参加比赛 陈宏是希望自己的老将 特殊国家队一个人身份有个好的开头 那么陶飞克 他是希望自己拿过了市井赛冠军 奥运会冠军亚运会冠军 但是全英赛他没参加 前面的几战的马来西亚 韩国 瑞士 全英 他也没有参加 说他也战胜了马来西亚的名将 李宗伟之后 他又很想在这次的亚洲锦标赛拿冠军 第一局 他是以 二十一比十八先战胜了 领先陈宏第一局 漂亮陈宏这个勾堆脚好 先看慢劲勾得非常的好质量也很高 对 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高位球 几乎都没有跑动 整个重心根本就没有能够到位 他没有想到 看来陈飞克的膝关节真是有问题 他基本上不迈步 就是有点连滚那样 就能救不到就算了 看来他两个膝关节是比较吃力 现在陈宏领先2分 5比3 能不能把握住开局 这两分保持住 这样的正手勾对脚勾出界 这个球没办法 他只能是勾对脚 这个球因为他射量 射量比较高 陈宏领先往前实在是高 挑后场的话 那就也是到半场 对 因为比较贴网 两个人都是希望强往 我刚才看到陈飞克这个反手突然的 对发力 陈飞克的反手的后场呢 他不像林丹 林丹就比较喜欢头顶 陈飞克呢是喜欢反手比较多 陈飞克的反拍过度很有特点 嗯 很有特点的 球很直的过来 很贴网 陈飞克的反手杀掉对脚 都就是面面能打得俱到 他的反手能力很强 哎呦 他这个杀直线也是杀得非常变好 哇 他被看 你看他的反手 先有后场然后再反打 哎呦你还想这样啊 刚刚已经判断有点拿不准了 联抢打过去之后呢 这个又是判断不准 当球快落地的时候为时已晚了 陈宏领先三分8比5 能不能打三局 就看陈宏在第二局的表现 一定要减少自己的失误 第一局之所以失败 就是自己的事太多了 那这样就像这种球 对啊那汉水真是厉害 消耗很难 昨天 陈宏 跟这个杨家宾打的时候 也是几点在第二局就出现了 那么如果 在第二今天跟陈飞克打第二局 过早出现几点的话 哎几点的话 那么对陈宏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现在陈飞克有一局在手 对 如果你 陈宏过早的出现几点 那么就给陈飞克 有机可乘 那么就可能直落两局 哇陈飞克这个往前 楼到塔 好像现在是已经是第三个翻网了 他都是那么插网而过呀 你看现在 就算给你打回去也很难 你看 看一下 他的力度 往前的力度 戳网的力度是恰到好处 陈飞克第一次起跳 扣杀 目前呢 是两个人都已经赞成了是8比8平 之前陈飞克一直打拉掉一直在戳网控制 那么现在 是不是想加快速度了 陈飞克在落后的时候 陈飞克现在想加快速度呢 就证明他体力现在希望在体力上 把陈宏压下去 他的体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嗯 然后他非常善于的判断场上的局势 他落后的时候 他就要后发制 把比分 抢回来 啊 抢平之后 他突然就加厉 对 他不会给对手拉得太开太大 陈飞克的反手 可以看到他的转身也非常快 拆 要求也太高了 陈飞克这个头顶杀斜线 这杀对角呢杀的也是要求 出了出力出了很多 因为他前几拍都是拿反手来打 今天哎 刚刚呢 他突然想拿正手头顶 陈宏呢 他得一分也是非常的一个艰难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 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 在混合商打里面呢 河岸斌玉扬是战胜了他们的队友 徐晨跟赵婷婷获得了冠军 女单是蒋燕角 战胜了她的师妹 蒋燕角获冠军 现在是第三场的男子单打的比赛 陈宏又拉开了三分 11比8进入间歇 希望间歇以后陈宏能够 一开始就比较抓紧 能够多强两分 把这个比分拉开 通过自己的一些快速的 快速的拉开 然后通过往前创造机会进攻 发挥自己进攻凶狠的特点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他们这个现场收音的效果不是很好啊 他因为现场性比较大 观众比较多 像全音赛的时候 那全场观众安静的 那么收音效果很好 都基本上知道教练在说什么 昨天好像还没那么吵 因为昨天陈宏跟杨家兵打的时候 杨家兵那个教练是拿广东话的 在那里教 看看陈菲克还是不紧不慢 他那个神情让对手老是捉摸不透 陈菲克还是用往前来制造进攻的机会 刚才好像李志峰指导 还像跟陈宏提到的头顶两个字 就说要注意陈菲克的一个头顶 果然一上来就马上来吃了一个头顶披杀 大家可以看到陈菲克他这个对自己 技术的调整能力非常强 刚才他有个球 头顶杀对角杀出界外 然后在下一个球 他的调整就非常好 就能够很快的把这个角度调整好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啊 陈菲克的反拍过度非常的有力 对 底线过度能够打出界外 对 而且是这么低的一个角 一个球 那么现在呢 陈宏呢是领先陈菲克两分 两个人都是在斗往前 不过陈宏的往前还是不够陈菲克那么细腻 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挑后少挑的半场 不到位 因为陈菲克的往前呢 他是多次的通过自己的往前来控制对方 使他自己有进攻的机会 质量相当好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贴网了 他几乎每个球的质量都很好 对 他甚至还好到经常是插网 对 翻网过来 那么这是不是印度尼西亚的球迷 对 每一次比赛印度尼西亚的球迷都会到场 就是有有印尼选手参赛的比赛 印尼的球迷出了名了 哇 连续两次杀陈宏的追身 对 现在陈菲克还是以控制往前啊 以控制往前 然后给自己创造一个进攻的机会 目前陈宏呢 这次 现在十分呢 还是十分在这 打平了12比12 那么陈菲克打得非常的冷静 他从来不会让对手 轻易的把自己拉开三分 四分这样 哎呀 这个平挡应该是出戒吧 出戒了 那么陈菲克从落后又变得领先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 陈菲克是 21比18 先拿下了第一局 看陈菲克的往前 真是质量非常的高 感觉非常的高 就算陈宏还击的话呢 球的质量也不会很好 哎 这个反挡 反拍的挡球 他想放对角 漂亮 14比14 如果陈宏现在还能做出这种动作的话 说明他几点还没有出来 哇 陈菲克想加快球速 这是下一个表演性质的 嗯 反手杀球 动作做得很漂亮 哎 陈宏呢 如果要跟陈菲克 再往前向对抗的话 他必须再抢高点 不能够再抢低点 再在低点 来跟陈菲克对抗 好了 比分拉开两分 看看陈菲克怎么来处理 因为现在是第二局的 中后段 那么陈菲克是落后两分 那么如果拉到17比14的话 那么陈菲克呢就相对困难 看看陈菲克怎么处理这个球 哎呀 轻易的就把一分追回来了 他第一次这样的反手是打出打到往下 第二次你看 落点非常的漂亮 目前的现在的单打有点像双打那种靠近 因为平手打很多 对 并且都是 16 那么现在比分又打成16比16 好 陈菲克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往前的戳球 运气没那么好了 17比16看看陈宏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对 这是一个第二级的关键分 现在到了 17 哎呀 看到陈菲克的反手真是 陈菲克揭发球突然加快了速度有推压 非常漂亮哈 他的反手真是很漂亮 他都是在 平静当中就暗藏杀机 我就说在大海底下有很多暗涌吗 对 他他一开始 他一落后一点点 他就要想办法把他追回来 然后把比分持平 就是 咬住这个比分 对 像刚才陈宏也没有料到 就是他会突然加速到 这样 这个变化是 很有利于他自己 很突然的变化 绵里长针呢 看外表好像很软绵绵的 其实里面 常做杀机 所以他这一点是给许多选手都非常畏惧的 就是这个 表面你又看起来他没有什么杀气 他突然能够改变一个 比赛的节奏 十七比十七 哎呀呀呀 这就是说他运用的战术运用的非常好 陈宏这个往前的揭发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候呢 陈宏不能够再失误太多 又是接外 好球 好球啊 哦 好球哦 好 十八比十八 好了 那么陈宏 我相信他发球也是发球抢弓了 看看他发球的目的性 强不强 不太像我 不太像我果然是发了一个评高 大家看陈宏哥非常的异气 第五次给打追身 他这个抢强制度一下压马上就抢嘛 对抢了以后后退的速度也加起来了 特别快 所以他知道改变节奏的能力很 对对 十九比十八 二十比十八 哇 他要想拿分好将军 这陈宏弄半天的啊 才拿了一分 他发球的目的性很强 他知道发完球 他下一拍该怎么做 他抢分这种 这种欲望这种这种念头 然后都能够在他的 就比赛中表现出来 二十比十八 赛点 这是一个运气球 结拜啊 好飞哥自己也笑了 十九比二十 看陈宏能不能 十九比二十 发球具有目的性 有利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进攻 现在这个时候 谁敢打就是谁赢了 陶威克 你看 很潇洒的 非常自信 好那么陶威克二比零战胜了陈宏 获得了亚洲以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